可是我们自己都在犯这些 就这些东西要是 还有更普遍的是 比方说你住的旅馆 人家开一个餐饮费的单据 对不对 这之类的话 这样的东西如果非常普遍的话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呢 我是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可以给你们这个当众忏悔 做检讨 就咱要打假去 就这真是从自己做起 对吧 你晓得不了 这个 晓得不了 比人要在修好了 请好了假 买好了机票 要去你所 你广美的那玩的多美 意大利 你知道吗 生能被意大利领事馆 把我给拒签了 拒签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报假资料 但是我就跟你讲 这是为什么呀 他这个就 我就跟你讲 这个这个假 为什么已经成了我们人情世故的一部分 甚至你都无法拒绝 你就进去了 就是呢 我这个工作很多时间是在香港 对吗 但是也有一些时间在北京 本来呢 我要去意大利旅游 我应该在香港办这个手续 可是呢 后来就是说香港那边就是说啊 你得去来面试一下 可是那时候我又离开香港了 所以就没法弄 只能在北京办 那么在北京办呢 听说北京办的这个手续啊 比香港就反正更艰难 更反复 于是呢 我就问了我一个开公司的老板的朋友 当然我的朋友 我得感谢他 还得他帮忙 对吧 他说行 你甭管了 你甭管了 帮你办 全 想要我帮你办 把你护照给我就行了 把货给他 什么都不用管 结果呢 就他秘书给我办 我真得感谢 你看从私情上讲 我真得感谢人家 人家这个秘书呢 是为了省我的事啊 不要窦先生麻烦一点点 什么我都帮你填了 因为他可能平常帮着这个老板朋友的朋友 他们组团一起去意大利 就是这样一收来 都是个秘书帮着办嘛 所以呢 就是说根本就不用我 但是偏巧那时候旅游忘记 意大利的领事馆好 好歹不出 那个时候说非得见一次面 好 那个时候他这个秘书啊 这还想着简单 就说啊 他就是见见你 看见是个人就行了 就是 然后呢 到门口也没给我多说 他也没想到这么复杂 你知道吗 他说你就去 你就说你是我们公司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就 我好 那我就去吧 紧之扣 哎呀 出来意大利领事馆 一小伙子长得像个罗马小偷 你知道吗 他一看就看见我 我就发现 他是不是看见我就满脸不信 就不信任 我是不是像贼呀什么的 他在窗口就看着我 看你长得像石家庄小偷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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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那个什么 你去意大利干什么 这件 帮我问懵了 我说我是去旅游啊 他说你准备去哪几个地方 我犹豫了一下啊 去什么地方 你自己都闹不清楚是吗 然后说 那个你们公司在哪啊 我哪知道在哪 其实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那大厦叫什么名 你知道吗 我就懵了 我就 我在那 在那 去那 那方向 然后说 好 又又又又跟你喝 然后说 你的那个什么 因为开始的秘书 就让我拿银行收入什么证明 我就给了他嘛 原来人家本身的要求 是要你每个月 如果你说你是这公司工作的 每个月这个工资啊 然后他这么犯 然后又问我说 你在这个公司 你是干什么的呢 我勉强记得一个 我艺术总监 他说这官听起来也很抽象啊 中文这么好啊 对 那他就说中文 然后说 那你最近那个在干什么呢 我说 强强三人行 我实在不是该聊什么 因为我完全没准备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撒谎 你就跟他说 你不看强强三人行 我就跟他说 不是 我就设法呀 怎么样能不说出假话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知道有个节目 叫强强三人行 这招都用上去了 我说这个 我主要操作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跟你这个公司 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有点关系 他希望唤起人家的记忆 最后话他 走人吧 好 而且我觉得这意大利 说实在的也挺狠的 你知道吗 按说来你要不签 你要怀疑我 你把我护照还给我 不行吗 他不还 他一直扣到什么呢 一直扣到我这个机票过期 他才把你的护照发还 你知道吗 这就造假 造假 我今天忏悔了 那我教你一个好方法 我希望下次意大利 能够能够接受我的这个检讨 是吗 我教你一个好方法 但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做假的方法 但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你知道深根国家 有很多很多国家 意大利 法国 还有很多 去法国最容易签 不是 法国最容易签 我跟你讲 去了法国就去意大利 你下次要去意大利 你签什么意大利吗 你不管要去哪里 你就签法国的 你签法国最容易签 为什么我说在咱们中国人里 这些事 就是人情世故的一部分 咱们不觉得 不觉得 这一个这个 我又不去去头绪抢 但是 但是对于欧洲人来说 你要是 说话 光机给我来个拒签 对 你下次就没戏了 不单身拒签 而且你这个记录 你在领事馆这种地方 你说的是不符合事实 这是其实蛮重的一个事情 我接着你讲 那个申请那个东西 杨牧知道吧 台湾的一个诗人 他去申请 那个香港的 不知道一个什么证件 那个香港的 那个一面官就 问一个广东话 他还没本眼 是本人来吗 杨牧就说 我不是日本人 他还蛮滚箱的 是不是广东话 是不是日本人 潮起来了 我就不是日本人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呼吸同样的空气 才能体会这里的想法 走同样的步伐 才能符合这里的节奏 看同样的画面 才能同喜 同悲 凤凰生于香港 与香港一起成长 见证香港轨迹 沟通全世界与大中华 15年来 一直贴近你 凤凰卫视香港台 改变距离 这样不行 只有改变速度 才能改变距离 麦达斯轨道车辆旅行彩 为您建造美好未来 所以咱们就无所逃于甲之间 就连广美也在欧洲 你也得爆料 你也得爆料 对那个就是您刚才讲这事情 我刚才就是让我体会到 就是说在中国人眼中的 所谓的人情事故 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在外国人就觉得 你这是诚信有问题 而且你是蓄意的 对 而且会留下很坏的记录 对 我去年的一个经验呢 我在澳洲 我在悉尼 在悉尼的机场 被扣了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还被抓进去搜身 那种搜身是那种 他已经告诉你 你可能会引起你的 不安 不舒适的感觉 因为他真的是那种 安摩一样 就是连复古沟啊 什么各地方 介于性骚扰之间了 是的 但是他是女士 他说你可以选择在外面 或者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次 我们也是一大帮人 一起到澳洲去旅游 那我为了要带我先生 体验一下A380的那个飞机 所以呢 我选了一个 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一个路径 大家全部直飞 我转机 我比较辛苦 但是就是我可能 就是停的 我停的点比较多 所以呢 我跟我们大团队 那个大部队一起抵达的时间 是前后脚20分钟而已 但是他们比我们先出去了 我们比较晚 但是因为我们带这么多人出去 你一定要带一些现金的 你信用卡 你们的现金超过了 是吧 对 我们带了几万块钱的 这个现金在身上 但是澳洲并没有告诉你 你不可以带多少现金入境 是没有这个规矩 但是人家说了 你如果带超过一万以上的 现金的话 你要申报 那时候我就看了这点 我心里想 申报的话 不就又得跟他说半天话吗 那我觉得带钱进去 第一 我在你国度消费 是一件好事 第二 你不用替他想理由 你只要看规定 是 但是我就说 用咱们自己的标准 是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还心里想 其实我包装的挺好的 应该不会被发现 我还放在一个巧克力盒子里面 看起来像一块金砖的感觉 结果呢 果不其然 就出镜的时候 那人就说 什么都不检查 就你那个袋子 要过X光 一过 他说你那盒子能拿出来 一打开 全部人一起 我也傻眼 我老公也傻眼 然后那个检查 那个人也傻眼 他估计很少看到 有人真的会携带 这么多现金的 好了 好戏 好戏就开始了 他说 请问你带这些现金 是做什么的 我就开始跟他解释完 我们带了很多人出来 他说人呢 我说都出去了 他说为什么都出去 就剩你们两个 他说 请你把人 找出来给我看 你就有理说不清 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要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订婚 也没有结婚 所以 就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你们带这么多钱来干什么 我就重复的讲 重复的讲 但他不接受 不相信 他说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有没有钱 他把我身上 所有的人民币 港币 就是那种连几块钱 连那种几脚 他全部 搂出来 他就觉得 因为他已经对你 他觉得你是一个 说谎的人 你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只有这几万美金吗 我不相信 你一定还有 所以他对待你的那种 他是 那个时候 他就会把你看得 非常非常的低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蔑视感 是 他对你讲话的那个口气 他用的所有的英文的字眼 都是 你就会觉得 有一种深深被侮辱的感觉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是做错事情了 是 我当时也是 我对那意大利小偷 不是小偷了 就那个 我都应该领事 我就觉得 我说你 你凭什么 你又凭什么这种眼神看着我呢 当然我是造假了 但是 这怎么说呢 要留下记录的话 以后万一什么上法庭 你做证人 他都可以拿出来来 deny你的 快点 对 因为你曾经说过 这个 每天检查一下 五日三行五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而是说 什么回答对我有利 什么回答对我有害 这个经常 就是说